十年来我采访了很多的明星 他们当中一些人在自己不同的人生阶段 曾经不止一次地坐在我的节目的沙发上 和观众分享他们低谷时候的落寞 巅峰时候的辉煌 这十年来我的节目在慢慢地变化和成长 那些我们熟悉的面孔 他们的人生其实也在不断地变化和成长 比如说成龙 2003年我第一次采访他 是在香港他的一间工作室 那次采访从晚上十点钟一直到凌晨的三四点 他讲了自己儿时的经历 早年拍片时候的辛苦 那时候他的身份就是影谈巨星 七年以后成龙再次来到北京 进入演播室再次接受我们节目的采访 而这个时候他的身份有了一些改变 除了拍电影之外 人们会说成龙是慈善家 是华人代表 而他说他的改变来自于社会的教育 很多人认为我们艺人做慈善是假的 是不是有假的呢 有 有假有真 我也是从假的做起来 什么叫从假的做起 我小时候爆发户 买钻石表 成名 每天的报纸都是我的新闻 马上就来了 哎呀 你去做这个 这个什么什么大使吧 可以了 你挂个名就可以了 现在一个医院要你去 我没有空 我早上拍戏 那晚上 晚上我要去跳舞 卡拉OK 哪有空去做慈善呢 就 没有过过的生活啊 以前哪有过过的生活啊 你都要去做这种东西 你去一天吧 对电影也好 对你的形象也好 哎呀 不去 真的安排好 你去一下 就是这么来的 同样你去到那边 哎呀 一看你小孩子 打了螺丝 香港那个叫 戴好碗 大口环 叫打了螺丝 大哥 没有叫 那个时候Jackie 就很笑 那个人就讲了 哇 把我讲了 天上有地下午 成龙大哥 每天想着你们啊 成龙大哥 要看你们啊 哇 那个时候 我觉得自己好惭愧 我都不想来 他现在抽了很多时间来看你 没睡觉啊 其实我昨天真的是跳舞 跳一个晚上 你说是不是 影响我有多坏 他带了礼物给你们了 好开心 什么礼物 什么礼物 我都不知道 他们都拆开来之后 我看见小孩子 拿着谢谢 每个人谢谢我 哇 那个时候我是 哇 无地自容 没有人知道 只有我自己知道 那个小孩子问我 明年来不来 我说明年我来 之后那一年 我没好过 每天就想到 我对不起 这种小孩子 我骗了他们 原来我才想到 哦 原来我不是这么坏 原来我还 起码我是坏 内心是好的 是这个社会 一些人 慈善 把我教会做人 把我从一个小孩子 走上正路 这些年 看到成龙大哥 很多时候是在一些 慈善的活动 不久前我们有一次 活动在一块 我看到他 然后当成龙大哥 一拍拍得高兴了以后 现场把自己一件衣服 给脱了就卖了 四百八十万 我想是你一切感动 去感动了台下的人 后来他说要买我的外套 我说你出钱我就卖 他说四百八十万 我说脱 我马上脱 后来你变那个T恤 那个他影响了旁边 那个人 T恤一件一百 我给他脱 那你穿几件啊 没有没了 就剩下底裤了 鞋子 现在全卖了 2009年60年国庆之际 成龙携手林圆圆 演唱的歌曲《国家》 我是千万家 2011年大庆90周年 成龙再次同林圆圆起 演唱现役歌曲《演生》 现如今无论是成龙的歌曲 电影 还是他平时的言论 团结爱国 华人尊严 都成为了他的重要主题 从当年香港成人 到后来清白后来 传当世界的成龙 甚至情终惊喜 他其实经历了不公 成为他难道的唯一 也让他从一个武打运气 逐渐退回来 世界华人代表 我成家班给人家欺负 我刚刚去给人家欺负 到今天 所有美国的电影人 一见到成家班 JC Team 一见到JC Team 聚工的 我到 我现在 开工在美国开工 我在那个Motor Home 开工之前要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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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一排外国人站那边 跟你开工是我们的荣幸 我说 Thank you Thank you 这样子 牛 但是 牛 你们今天看到 以前 给人家欺负那种 不是欺负你 根本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本事 人家去尊重你 你有本事 人家才尊重你 到你在现场 你看成家班 刚刚去 永远人家尊重我 不尊重成家班 老觉得他们爱手爱脚 第一 不懂美国人的规矩 我走到哪 他们就跟到哪 那些人觉得 这些人干什么 你们是哪一个组的 很讨厌 他们英文又不会 我现在带的很多是 北京的上海的 英文还不会 就这样子 人要跟他们讲话 他们 比方说 我有时候看 我想搬一下 那个沙发 这样动一下 我一动 我的成家班全部来了 就搬了 那个外国人 Stop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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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这不是你们的工作 你知道外国人 我也习惯了 走开走开 到我们要表演 打的时候 所有人都傻了 我是故意给他们看见 他们要铺地毯 铺那种远郊 是水门 水离地 水离地 空中一周半 这样子 BANG 下地 我说来拍吧 拍吧 他们就 毯子 我不要铺毯子 机器拉后 BANG 我要看地下 那看地下 不看到毯子吗 我不要毯子 你不要毯子 对呀 他们不相信 来 下一下 那个叫吴刚 空中一周半 整个人是这么大 脸下地 但是我们 他们看不到脸下 BANG 一下 所有外国人 站起来拍手 完了之后 Stop 再来一次 你故意的吧 故意的 所有外国人 看着我 第一 我要给你看见 我们的威严 第二 我给你看见 我们那种制度 我知道 吴刚已经流血了 膝盖已经流血了 再来一次 BANG 所有外国人 不敢讲话了 看着我 然后继续过来 我所有 整个片场是停的 我一个人 走到那个 那个monitor 去看那个 所有人 Very good Very good 我不好 再来一个 太过 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了 那个吴刚 那个吴刚啊 马上站起来 Yes 来 下胖 就三个 完了之后 OK 我讲OK之后 他们才拍手 所有人的眼光 就看见 那个吴刚走出去 吴刚走到旁边 其实他痛不痛 他也痛 但是他这个表现 就把我们抬起来 真的 久而久之 这十年下来 现在吴刚 已经是功夫梦的 武士指导 威尔史密斯 所有制片 看见吴刚要鞠躬 这样子的 为什么 就是我训练出来 而给他们到今天 不容易的 不容易 不容易的 张静珠在美国 你看张静珠 你问问他 尖锋十刻三吗 尖锋十刻三 我为了他 在吼 所有那种外国 那个导演 都看着我这样子 为什么 老外欺负他 不是欺负他 你根本 我们两个 是最重要的 由头到尾 那个导演 就积极拍 他那个场戏就哭 他背影进来也哭 正面也哭 什么都哭 先拍我们两个 拍完我们两个背影 拍我的特写 拍我的特写 拍他的特写 就没有拍张静珠 只要有我们两个的 因为我们是工会规定 我们十二个小时 就要收工了 过来我们要补钱的 张静珠他不是工会的人 所以先拍你们 把有我们的都拍完之后 最后拍他 他已经哭了一天 我已经跟张静珠 不要那么紧张 我说他刚刚来 我不要那么紧张 我说不要老哭 看不见你 但是他很认真 背影他也哭 这哭一天呢 我说你哪有那么多眼泪呀 专业演员没问题 那真是 不管你怎么专业 到了后面 你没有 你就是没有 好了 我们收工了 晚已经天黑了 就拍他一个 我就故意不走 我就站在旁边 我知道他一定 我是过来人 我看见他 好了 我们一走了 所有的工作人员 我们两个大排一走 他就OK OK 来拍你 就是拍你前面那个 Rolling Rolling 所有人就这样子 吃饭的吃饭 张静珠 怎么还没哭得出来呢 那个导演 这个导演就 来来拍吧 看 你要哭啊 再来再来 张静珠还没转身 Rolling 已经Rolling了 我一看 我走出来 看 哇 OK 喂 喂 喂 我说 我叫你们Rolling 才Rolling 我过去 抓住静珠 我不要紧 不要听他们 现在听我的 你准备呢 你跟我说 好不好 别怕 别紧张 我抱他两下 他的眼泪一出来 我踩转身 Rolling 出去 他才出去 演一次 看 不行 我想再来一次 好 再来一遍 Come on Come on Stop 整个现场 忽然间本来人家都很懒散的 都不动 就看着我 我就站在他面前 行了没有 好了没有 别怕 我拍了他 我想他是很感动 他肯定哭了那时候 他那个时候眼睛下来 我转身Rolling 我才转身 给他拍拍 我把他带走 收工 大哥你太牛了